寫了一篇文章 跟著 根據事實是錯的 跟著你講完就算怕了 你真是發達了 天下街有這麼便宜的東西 你不做就不做 沒所謂 你絕對有權不參加這個五居總辭 你以為不合理就不參加 我又不需要跟各位同學講這麼多大道理 大家回去看看這篇文章 還有你練過長的 我們有個選二本 還有 社民去年議會因應抗爭這本書 大家手上都有的 我到處都去宣傳 我印了很多 我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包括海區派月餅給婆婆 我都跟她講的 所以 問題就是 你要爭取多些人的支持 我同意的 但是有時候選民 你都要帶領他們 我們這個訴求 一提出之後 第一個打我們 就是李鵬飛 他說我們低B 結果後來他擊過我們 他說最好二十三個字 第二個打我們 叫湯家驊 他說美麗的幻想 第三個打我們 是余若美 是吧 接下來就是司徒華開明單 然後到最後一擊我們 沒有所謂 發展到今時今日 在我這個窗議之後 我在記者會講得很清楚 我會出一份雪貼的 是九月中 是吧 我按照自己的承諾 九月中出了一份政治雪貼 然後我約這個余若美 他們說破兵之旅 破兵會談 跟余若美談 跟著跟何俊仁談 跟著又跟余若美 和何俊仁三個 就是連我三個 三黨的港會主席又談一次 沒有共識的 不過 縮窄了一個分歧 對吧 現在我們跟公民黨 在這個問題上 是有共識 我們只是 癡癡地等 等這個民主黨 OK 那現在 在泛民裏面 有一個工作小組 每個星期都在談這些事情 我們有個代表的圖 去參加這個政制工作小組 不過談了兩個星期 完全一點進展都沒有 但是 我都仍然懷抱 樂觀 對吧 雖然面對這麼多質疑 批評 至少 彈開風氣 不為事 這個所謂agenda setting 我做了 我應該要做的事 我又繼續在做 我不斷在學校宣傳 去街上派單張 我現在有人在門口派著 在那個campus OK 我們要做的事 我們去做 我們希望年青的朋友 能夠明白 這是有關你們的前途 我們這一代人 不去做 你們那一代人 就會很後悔 對吧 而且很憎恨我們 我們是為你們這一代人去做的 做任何一件事 不是說成敗 對吧 如果每次都說成敗 其實香港的特色就是這樣 因為香港人都是用功能性思維的 所以真任權物就糟糕了 你明白嗎 完全是說行不行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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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說這件事 你永遠都不會成功 有時 是要將是非 放在成敗之前 我多用一分鐘的時間 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好 當一個 當一個 我講完都可以走了 OK 當一個社會 它說民主 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 民主已經沒有任何神聖性可以 政治變得世俗化 對吧 但當一個地方 民主仍然在我們追求奮鬥的目標的時候 從事民主運動的人頭上又有道德光環 它就要有犧牲的精神 就不是要計較成敗 這個道理是一至今次 是常識的 但很不幸我們香港從政的人 包括參加民主運動的人 它現在講成敗 多於講是非 甚至乎講利益 多於講是非 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掛稅的地方 是吧 剛才成名解釋 教授很簡單的簡略介紹了 這種所謂半民主的制度和害 是吧 剛才那些分析 我們全部都是同意的 民主不是萬靈單 但是沒有民主 就真是萬萬不幸 多謝各位 謝謝 這個就看福民黨的秘書長陳嘉樂 一個解架一下 因為我也知道他們有個 谢谢大家